不好意思,我騎這關 我叫吳中文 我是綠蒙的反核總子教師 之前都有接一些講座 另外我還兼漢德學社的太陽能源講師 不曉得漢德學社大家有聽過嗎? 漢德學社 它也是反核 但是它主要是在講太陽能源的利用 大家應該在921有聽過在彈蘭造物的計畫 就是幫助當地的原住民 用在地的材料跟在地的工法 蓋起一個適合當地的房子 就是彈蘭造物運動 就是漢德學社去辦的 漢德學社也有去俄羅斯或者是印尼亞其省幫助當地人 用在地的工法跟材料 然後跟當地人合作幫他們協助蓋房子 這是漢德學社在實踐做的一些事情 另外它做的就是推廣太陽能源 基本上這個跟反核的東西還是相輔相成的 因為跟我在綠蒙的那個工作室有點不一樣 但是它是一個互相輔助的 因為反核廢核基本上是一個破的東西 那破了之後我們必須還要有力 那力的話就是什麼 風電 太陽能 或者是早氣發電 或者是破除核電的集中思維 那種類似集權政治的那種集中管理的那種企業制度 那變成一個黑箱化 那漢德學社在做的是在地化 在地化就是說它打破那個集中 讓那個科技跟知識技術啊落實在地方 讓旁邊一般的人也都會 那這是它的理想 那時候以我自己的簡介 那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大概也是跟核電有關係啦 不過因為講了到今天第43場 我想應該對於一些核電的一些爭議 只是說它一些缺失應該大家應該大致上都能知道 那我想提幾個比較不一樣的概念 不過它還是會跟核電有點關係啦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會談一談 因為核電常常在講那個意外 所以我大概來談一談那個 什麼叫做那個normal accident 常態意外 用這個概念來解釋 為什麼核電還是蠻恐怖的 那第二個是我會談一下說 核電這個東西跟我們的社會跟我們的科技 都有關係 但是呢我們卻露了一個東西 核電其實跟我們的民主制度也有關係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我要談的是 因為我們常常在爭執那個核電 誰講的是真的誰都是假的 那常常落入那個專家啦 你不是專家的問題 所以要談談科學裡面的實證主義 科學的未來主義 然後什麼是理性跟客觀 什麼是激情 來分辨一下這個東西 到底我們怎麼去破解 科學家他宣稱他擁有理性、客觀、中立 其他的為什麼沒有 可以這樣來分兩分來看這個核電跟反核嗎 那最後一個我會談一下 可能簡單簡介一下那個 講講古巴的例子 那這大概是我想要談的四點 剛剛前面講那個Normal Accident 那是在國外的一個社會學者提出來 他研究那個核電喔 他也不是只有研究核電 他研究了核電之外 他也研究比較跟核電一樣很大的一些災難 就是人為的災難 通常會造成人類很恐慌的一些災難 如果以人為的 人工製造出來的災難 不講那個什麼以前那個天然的 比如說海嘯啦 地震啊或者是鼠疫黑死病 不講那個 那個是比較是天然災害 我們講的是人工的 人工災害有幾個滿大的 那核電有多大 那我們來比較說核電之外還有什麼人工災害 核電之外呢就是石化廠的爆炸 這是很大喔 還有什麼還有這是海難 那個船 船海難然後那個油整個都跑出來了 污染了整個海洋跟生態 讓那個整個食物鏈生態鏈都壞掉 海難 還有一個什麼空難 空難對不對 還有一個水壩潰堤 有沒有這個都滿大的災難 那還有呢 核子武器 還有太空運 太空活動 他們活動為什麼會有災難 因為如果太空船 太空說他們回到地球的時候 他們通常會帶有那個 有一個罐子裝那個布 就是那個做核子武器的那個布 那個元素罐裝布 它那個在太空上它是有用途的做能源的 但是回來的時候如果不小心失事的話 各位那個布出的事就是核子 等於是核子災難 所以太空活動也是容易造成 造成 造成那個輻射污染 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那個回來的太空船裡面 有沒有帶那個布 裝那個布的那個元素的那個罐子 那個萬一如果 如果爆開了 那個地球大概一半就完蛋了 那另外一個我沒有提到的就是說 礦業 挖礦 在80年代7年代台灣很多那個礦災 還現在的中國大陸很多礦災 也是死蠻多人的 那還有一個是DNA的科技 不過DNA的科技比較造成的影響 可能以後會比較明顯 那現在的話可能還沒有那麼明顯 看得出它的災難 但是如果說DNA它以後跟生化武器結合的話 那這個是蠻恐怖的一個生化武器 它會 它這個技術又落在軍事人員跟政客手中 很容易變成載製 載製地球一些弱小國家的工具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些例子來看的話 這些災難其實都蠻大的 但是似乎比較起來是比不上核子武器的衝突跟核電廠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比較性來看的話 就可以知道核電的災難多大了 因為其他的災難可能就是基於 就是水壩崩堤的大概影響附近的人 它不會影響未來的世代 但是核電核災的話 它除了影響操作人員 影響台電公司的人 它也影響周邊的社區 那第四層的影響 它影響到後代的子孫 所以它的影響是最廣的 那其次的影響可能是石化業 石化業的爆炸那個東西可能會影響到 然後你的下一代下兩代 過了三四代可能就比較OK了 那它的死亡能數也沒那麼高 對 但是它明顯後遺症比較短 對 但是立刻的死亡看得出來 那核災的話就是說它立刻的災難 有時候看不出來 因為聞不出來看不見 像那個無形的那個痴魅亡娘 你都抓三個對 三個就對了 所以那個台電還可以說核電的輻射對我們都沒什麼影響 對 所以以上提的那些東西來講 其實我剛剛講的DNA這種東西 我們在發展科技的時候 老師喜歡說基因科技多進步 那我們一定要一定要去追 要跟先進國家齊頭並進 不然的話我們很落伍 它用在恐嚇我們一定要發展最新最好的科技 可是這沒有去考慮到說 DNA它可能會產生的 後續的影響 改造你的基因 要幫你做一對比較優生的兒女 然後解除你的一些基因疾病 它可能有一些好處 可是它目前為止的話 它的貢獻其實還不是很大 那最怕的是說它會被操縱 而且另外國家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 在DNA基因科技研究裡面 那這些經費投入到裡面 以美國來講 美國大藥廠大部分的那些製藥 或者基因科技的製藥 的一些投資其實都失敗了 所以他們現在像莫沙東那些藥廠 葛蘭素他們現在都很保守 都去做一些基本的 那個比較看得見的有效果的藥 它不再去追求那些DNA基因科技 因為那個像那個無底洞 那台灣這邊還傻傻的 我們中原來還在拚命拚那個基因科技 還要跟上國外的腳步 事實上它目前來講 商業化的用途還不是很高 但是投入浪費了很多的那個預算 那我們這個預算 可以拿來發給小朋友當營養午餐 救濟一些 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 或者說拿去救濟非洲的平衡 可是我們政府的資源卻錯置 他不肯把這個資源拿去 譬如說拿去把所有的國立 私立的大學跟高中 全部改為國立的 然後讓那個讀後段班學校的學生 能夠接受比較好的資源去輔導 因為讀後段班學校的學生 通常都是弱勢家庭的學生 他不是他的能力不足 而是說他的環境 他的學習沒有讓他有機會去進入 國立台灣大學清華大學 他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他的後段班弱勢學生 通常受的教育跟接觸環境 讓他的思考的範圍跟能力 思考的方式是跟中產階級 或資產階級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面臨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 出的那個是非題、選擇題 那些考卷、決策、基策來講 他不是適應他的思考邏輯的 就像這個東西來考原住民 原住民也不太擅長 因為思考跟價值觀念或知識系統都不一樣 所以原住民或是弱勢家庭來考我們 漢人或是中產階級出的那種題目 其實對他不擅長 相反的如果由原住民來出題目 出學測、考基策、學測、指考 我相信台北市很多學生 大概考不上公立大學 因為他沒辦法理解原住民的思維方式 跟他的解答方法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剛剛講了那麼多的那個災難 我就想強調說太陽能、風力 像這些東西、再生能源、地熱、洋流 他不會有耗劫 剛剛前面講的那些東西都會耗劫 水壩的耗劫、DNA的耗劫 或者說礦業的災難、海事的災難 那些東西其實很多都可以避免的 都可以避免的 我們不要核電廠 沒有很迫切一定要核電廠 因為核電廠做的東西只是發電而已 但是它的風險、它的耗劫是最強的 所以不要核電廠就是降低非常多的風險 可是它的產品確實有替代性的 其他的最糟糕的你也是可以用火力來發電 天然氣來發電 火力發電廠出了事還不會造成有影響好幾代的耗劫 那來看看我們台灣這些耗劫會怎麼樣 我們核電廠會怎麼會耗劫 我們常常忽視台灣的地質環境 跟地底條件 因為據文件的資料記載 我們在18世紀的時候 1790年代左右 就有發生兩次的海嘯 那個海嘯鋪到哪裡去呢? 鋪到台南高雄 還有台東 那它從哪裡來? 從菲律賓海溝來的 那如果核電廠那時候就有了 大概就掛了 南台灣就掛了 那那個海溝來的海嘯它也是來自於地震 那這道理跟福島是一樣的 那另外就是說在 清朝同志年間的時候 我們那個北部的金山外海也曾經有一次地震 造成海嘯 那海嘯結果讓金山那個地方的那個 海水跟那個 陸地 有點移山到海 就是那個海水大退潮 退潮了半天 看不到海水 然後再衝回來 就是這種現象 那金山跟那個萬里如果再出現這種狀況 大概那兩個電廠也沒救了 這是台灣歷史紀錄 那核電 去年的7月為止 整個全世界的核電 我們有440幾座 那超過30年的有150座 30年 超過40年有44座 這個數字很恐怖 超過40年 我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除了房子以外 有哪個東西可以用40年 大概沒有 你的技術物 你的麥克風 你的這個音響 那個叫車 或者是很少都能夠撐過40年 你的車子開了20年 在高速公路可能都快散掉了 還有一個核電廠 當然不是說你開了車子30-40年都沒有維修 還有維修 跟核電廠一樣都有維修 定期保養 但是開起來還是飄飄欲墜 所以我們的核電廠 現在來講建造的時間一再延長 成本一直增高 所以這有什麼問題 那些核電的公司 在國外也是國營的 是失利 那國際信頻公司 會投資等級給它平 就是說前景不好 所以它風險很高 所以被平等都調降 然後核電廠年年虧損 而且它現在其實賺錢的 都是用補貼的 像法國也是用補貼的 法國用補貼的 那法國的核電廠其實他們最近有在計算 它說它的成本是高於風力發電 那法國的核電廠佔了70幾% 不過它過幾年它把它降到50% 50%是很高的 然後講法國我們就提到德國 那前兩年常常講到德國 我們說德國啊 冬天缺電跟法國買電 那結果後來發現這謠言 可是我們那時候還搞不清楚是真的嗎 在查 可是這種謠言呢 竟然來自於我們這個網路散播 那核工系呢 那個台電核工系畢業了 還不分青龍照白 可能加入照陽 所以他們的專業 他們腦袋有點問題 他不是說他們是核工專家嗎 怎麼連這個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法國跟德國買電 還是德國跟法國買電 他們也搞不清楚 所以專業 他們專業有點問題 那最後 畢大象最後在講說 我們核電這麼多的問題 那又有產生核廢料 那不知道放哪裡 那我們也知道說現在低階在蘭嶼 還有人以為高階是在蘭嶼 高階就在我們台北的那個屏東 那不曉得放哪裡 那我是有個提案 我會覺得說 那既然不知道放哪裡 大家都公投決定 誰支持核電廠比例最高的縣市 核廢料就是那邊放最多 按比例分配 你說大家說這樣有沒有算公平 對不對 我意思是說大家投票了 譬如說台北市最支持核電 支持70% 然後桃園75% 那加錢平均全省這樣分下去 分那個核廢料 你要支持核電 你要分碳核廢料 然後各縣市長 首長要擺在哪裡去 你自己去考量 那第一優先擺縣長的家裡 剛剛說到核電喔 核電在1993年的時候 全球佔比 全球的總發電裡面 佔比17% 是最高的 那時候是它的最高紀錄 那產電 它的絕對值最高峰是2006年的時候 那到去年 前年 前年的時候 核電的佔總發電量降到剩10% 那它比2001降了7% 那比2006降了12% 所以它的趨勢是往下的 往下的 那它才佔10%而已 可是我們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 大部分人 都是花費大部分的心力 在能源上面來講 發電來講 大部分人都在關心核電 那怎麼處理它的核廢料 怎麼阻擋它 或者說支持核電人也要解決它 沒有很少政府或是說民間團體在動腦筋 在解決天然氣 風力發電的一些污染 或處理它的問題 最多是擔心一下火力發電的炭 但是相對上 我們是不是幾乎超過一半以上 甚至七成的人類的精力 在處理核電的問題 所以花那麼多心思處理核電的問題呢 結果它只佔我們發電只有10% 我們這些政府是不是有點那個 不知道比較利益嗎 不過常常在國際貿易 在講比較利益那種概念 邊際成本 投入六七十%的精力 結果你處理的只有佔10%的發電的核電廠 核電 那這政府很無能啊 真的是很無能啊 全球都一樣 那目前 目前有十四個國家在建造六十六座的核電廠 那其中有四隻 蓋10年以上 蓋一個電槍蓋10年 大家有辦法想像 那另外還有 還有九隻蓋20年了 還沒蓋好 那平均來講 每一個電廠蓋了8年 所以要生很適合生 那老實在還要出力 生男生啊 然後要處理廢料難處理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有點像 剛剛那十四世紀歐洲的那個黑死病 那後來黑死病 歐洲人口死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死了幾千萬人 那時候歐洲人口他幾千萬人 所以那個核災的景象 就很像那個 黑死病肆虐之後 的景象 黑死病肆虐之後 是什麼意思呢 那是全村人家死了 那不是一次死了 是那全家大小 先看一個死 那第二的死 第三的死 死到最後那些人 要自己收拾 自己在黑膜自己帶 在英國就是這個景象 家裡人死光了 鄰居也死光了 沒有人能幫你 屍體都沒有辦法抬去放 最後呢 我猜一個case 最後剩下一個小男孩十幾歲 他知道自己也會死 他的父母兄弟姊妹都比他先死 最後他很無奈 他無奈他怎麼辦 他等死 人生絕望 就像福島那個樣子 應該放一放黑死病的片子 給那個台電人看一看 我會中間嗎 對 所以呢 如果黑死病肆虐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像黑死病這個樣子 我們就要效法 以前SARS的時候 台北市長邱淑提啊 穿著太空衣 進和平院區那個樣子 大家穿著太空衣 在地球活動 以免被傳染 你們還有印象嗎 邱淑提到去看那個 和平院區那個SARS的時候 他不敢進去啊 他只好全身穿那個隔離衣啊 那個印象我還記得 公元2003年的時候啊 他是衛生 堂堂衛生局長 他不敢衛名前鋒 結果他是 逼不得已 那個拚了老命進去 因為被大家攻擊嘛 他都不去看 他就穿著那個 隔離的衣服 走進那個和平院區 去看裡面的那個SARS的病人 跟醫生 護士 因為那裡面的人被隔絕 不能出來 希望我們不要淪落到那個地步 所以核電 他是一個集中的 大型的科技 那他常常不會讓我們知道 他裡面的東西 所以他具有那個 他像什麼 像軍事堡壘 像那個滾窟啦 滾娘啦 所以他有軍事性格 就像洪仲秋案一樣 什麼都是秘密 不會讓你知道 出來的都是 都已經講好了 所以他跟那個極權 有親近性 會有極權性格 所以跟我們平常的那個日常生活 民主社會日常生活 是不搭嘎 所以他不利 同樣他也不利 產業民主 那種產業絕對不會有產業民主 何況民間企業都還沒有產業民主 沒有像德國一樣的產業民主 對啊 所以 我們選擇不同的發電的技術 或者說選擇不同的技術 我們就是選擇相對應 要讓那個技術可以運轉的時候 的社會制度跟政治架構 你選擇哪一種極權的技術 你這個社會就會傾向於 走向那種極權社會 就是反民主 你選擇分散式的技術 可以在地化的 小型化的 大家都可以學的 都可以做的 可以維修的 那這種東西 這個社會就是分權化 大家就變得 比較有辦法做下來理性溝通 他也不會被權力集中 知識也不會集中 這才是民主社會要的技術 對 所以 所以核電廠 它只是讓我們可以保持 發展那個原子彈的能力 所以它是沒有幫助民生的 沒幫助的那個軍火工業 它是一種 以及其中在歷史上的一種民主的 一種歷史的倒退 核電廠不除的話 對所有的國家來講 它的極權化性格 軍事化性格都很強 像英國 法國 美國都是這樣子 那德國覺醒 要走向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那日本其實是還有一點點 大國的慾望 因為畢竟東亞它是霸權 想維持能夠開發核子武器的能力 那我們來看看 看看 核電之外的那個太陽能 風能和水力 在最近五年 水力生殖能這些再生能源 它整個新建的電廠 在占全球占了43% 超過那個煤 煤是38 石油跟天然氣18% 核能1%而已 所以加上再生能源 戰全球工電比例已經到19%了 那綠色和平的報告說 跟2020年可能可以到37% 所以它在成長的 它沒有像馬英九講在衰退 馬英九都學不會說 在連銷位 那戰生能源講工作 我們在講戰生能源給我們什麼工作 像前年 戰生能源它產生了574萬個工作 那核電廠呢 核電廠只有50萬的工作 10分之1而已 然後核電廠還預估到2030年 它的工作會剩下29萬 所以趨勢向下 那發展經濟 發展經濟一定要核電嗎 不一定 我們台灣在發展經濟的時候 常常想說 我們要做最大的 跟那個 以前是跟IBM 跟HP 跟Dale拼 現在是跟iPhone拼 要做最大 跟3C去拼 可是我們國家 卻只有這麼小 我們產業要做多大的產業 多大的公司 其實我們要考量 我們社會的尺度跟規模 我們是這麼小的國家 我們應該學的是做荷蘭丹麥 這種模型 這種規模的 那種尺度的發展 這種企業 而不是什麼東西 都要跟美國的企業比大 你沒有美國那個本事啊 而且如果你耗高霧眼 像美國這樣搞的話 你是會搞到我們台灣 到處都是污染 全部變成工廠 我們不是那種國度的國家 我們不能搞那種大型製造的企業 我們要搞的是分散式的 中小企業 台灣擅長的東西 其實是在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也許不用耗那麼多電 我們可以省掉很多的電 也不需要發展集中型的 那種高耗能產業的 譬如說大鏈鋼廠 以前的大石化廠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國外自己去做就好了 我們不需要 我們擅長的是 金屬加工工具區 以前傳統的紡織業 它現在有附加駕駛的紡織業 還有以前的木子業 兩椅啊 或是一些台灣的以前那種 那種造林的那種林業 輸出的那種加工家具啊 那種是台灣擅長的東西啊 所以 再生能源太陽能 早期發電啊 或者小型的風力啊 已經用分散式的科技 它配合 符合我們民主的社會 那也就是說 它符合我們人性尺度 它符合我們社區的尺度 其實在美國 歐美 大國也一樣 這種東西才是符合 人性跟社區的尺度 那才是我們要發展的 適當科技 如果你站在一個大樓前面 一個豪宅前面 你會發現 你有很大的壓迫感 站在那個石化廠前面 你也會有壓迫感 那種給你有形的那種壓迫感 其實就是一種 不是適當科技的存在的樣態 一個適當科技是讓你不會有壓迫感 讓你站在旁邊很舒服 讓你站在你的三合院旁邊 你會覺得 你跟它很friendly 很親近 有交流的 而不是站在那個101前面 你覺得有一個龐大巨大的壓迫在你身上 走進去的時候 你是畏畏聚聚的 沒有覺得讓你放鬆 大樓是讓我們進去的 沒辦法放鬆的 尤其走進大門的時候 威武雄壯 讓你覺得 到處有人在監視你的感覺 巨大的建築物 巨大的技術都是這個樣子 這不是社區的尺度 也不是人的尺度 各位有沒有看過 以前我們小時候 三、四十年的建築物 是讓你覺得 感到靠近的時候會畏懼的嗎 一定沒有 但是現在卻出了一堆這種建築 我後面這一座就是了 對不對 讓你走過來的時候 讓你覺得你人非常渺小 人類像 像一個螞蟻 隨時被踩死 人的自尊 人的自信完全消失 完全沒有了 會產生疑惑 這是建築物跟空間給你的壓迫 這是 和電廠給你的壓迫 活力電廠給你的壓迫 我剛剛說伊林也是啊 星光三越也是啊 但是你走進以前傳統的 比較有歐風日式建築的壓迫感 都沒那麼大 除非你走進教堂 教堂的神聖跟崇高性 它讓你靜幕肅然起靜 但是它不會讓你有太大的壓迫感 這是建築物跟空間 技術跟人的影響 那第三個我就講的是 科學的問題 我們常常說 科學科技理性是我們的啟蒙 所以要靠它 它才能啟蒙 十七世紀以來都是這麼講 那它以前我們認為說 科學什麼問題有 有科學就可以解決我們社會的問題 然後 但是呢 現在是常常是科技在製造 正義 製造問題 製造風險 給我們的煩惱都是科技帶來的 當然科技也有帶來好的東西 腳踏車科技是很好的東西 還有一些電車系統 是很好的科技 大眾運輸的公車 算是還OK的科技 一些能夠適當的使用 讓小孩子使用 可以讓殘障的人士可以方便使用的科技 都是好的科技 讓他們 讓最弱勢的團體 最不方便使用的科技 就是最不好的科技 可以這樣想像反推 那到近代 近代就是說 近代的意思通常是講十五世紀以後 就是地理大發現以後 我們通常成為近代 一直到二十世紀 二十一世紀 科技就跟我們的戰爭 殖民跟征服 都有關係 西方國家來跟我們殖民來打仗 都是造科技 所以科技也負面了蠻多 所以它不一定是解放我們的知識 科技不一定解放社會 它會製造問題 歷史上要這樣製造問題 然後我們的科技都喜歡怎樣 現在的科技都喜歡 高大 複雜 精密 嚴格管制 比如說核電廠 不能隨便進去 連靠近都不行 1010也不能靠近 你也不能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新的大樓 都要換身份證 都要擋在樓下 我們建築物 我們的空間 我們的企業 都跟人距離越來越遠 這是科技 現代科技 高雄明亮的廠房或管理中心 與科技的光鮮亮麗 好像這樣才有進步性 才有未來性 那如果大家懷疑或抗拒 社會跟社區如果這樣懷疑科技 那就會被科技或科學家認為保守 對科技無知 他認為社會欠缺科技知識 所以他需要來科學普及 再多講一些科學知識讓大家知道 那核電那些專家 不就是這樣跟我們說的嗎 就是他們懂 狗屁欸 他們懂的話 他們如果真的懂的話 他們就不會蓋核電廠 事實上 社會其實都瞭解科技問題 不然的話核電怎麼會有爭議 就是因為我們都瞭解 所以我們才出來跟他抗爭 如果我們都不瞭解 我們怎麼 我們就跟 跟清大核工劑或台電人的核工處一樣 都同一個鼻孔出氣 所以我們有長明 長明的那個在地的知識 譬如說 以前老一輩的人 生病了他沒有去拿藥 沒有去藥房 他知道去田裡 叫你去把什麼草回來給他吃 吃一吃就好了 這是在地知識 科學家都不知道 科學家說那是迷信 誰規定一定實驗室出來的 才是科學知識 沒有經過實驗室就不行 實驗室是17世紀以後才有的東西 17世紀以前的科學 沒有所謂的實驗室 實驗室是透過17世紀以後的科學革命以後 實驗室的東西出來才成為一種保證 這是實驗室證明的 它只有300年的歷史 實驗室的東西只有300年的歷史 那17世紀以前的東西就不是歷史 以前的人生病都溫習了嗎 當然科學有進步 醫療進步 醫療有進步 讓我們的死亡率下降 但是死亡率的下降 進步的最大來源不是在醫療 是在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讓我們很多 地下傳染病啊 下水溝啊 衛生下水道這些東西的傳染疾病 不會透過我們喝的水跟食物傳到我們身上 所以大量的死亡率因此而減少 那開刀治療那些只是拯救個人 公共衛生才是拯救整個社會的生命 所以呢 科學家擁有專家的知識 那但是科技的問題 或者是科技跟社會的爭議越來越多 為什麼 那清大和公室的教授也是在他們內部會議說 所謂福島核災是那個上帝喔 上帝小小的實驗 我看來你不會看來這句 聽來這句就這麼嚴重 我說齁 這是什麼專業的說法 那你怎麼要去試試看 你去福島接受上帝的考驗看看 給他掃一下 然後再回來見證上帝的話語 讓你有全新的感受 你的樣子一定轟動武林嚇唬萬高 因為你變成碧雕人 這個因為在網路上還沒有很公佈 所以可能很多人沒有看過 那講得很輕鬆愉快喔 那下面學生還會笑 對阿 所以 所以 那高級那拿博士的金布都不是人 說實在 所以阿 科技常常在製造問題風險 而且他塑造那個保守的意識形態 譬如說 他常常講未來 譬如說未來主義 譬如說阿 你一定要往前看往前衝阿 你不往前衝就來不及了 西方的哲宇哲宴有說 人生就是不斷的必須往前 可是呢 你要了解人生阿 你就必須要回頭 那些科學家都不知道回頭 所以他一天怎麼寫 不知道 所以他預設兩種文化的隔絕 譬如說科學跟文化的對立 所以他常常就搞那個什麼對談的模式 一下找楊正寧跟欣雲來對談 一下找什麼朱金武跟榮英談來對談 他們談了半天也談不出所以然來 結果在談物理基本知識 那農運台就知道裝得跟白癡一樣 我們不是要強調精英的智慧阿 反而是強調科技跟社會關係 我們要打開黑箱 打開科技知識的黑箱 看看裡面到底在幹什麼 你為什麼說要剖腹場 為什麼要動不動給人家開刀切入 為什麼女人生產一定都要剖腹場 為什麼一定要吃荷爾蒙替代療法 你都說了好 但你都不講那個吃了人是怎麼樣的人 會怎麼樣 他的實驗不會讓你看 為什麼這樣做 說荷爾蒙替代療法吃了會好 他也不讓你做 他做的實驗也有問題 他只找那個在西方只找白人 而且還找白人的中產階級的女生 他為什麼不找黑人 不找中下健人弱勢階層來吃吃看 吃吃看 或者是那個男的醫生自己吃吃看 荷爾蒙替代療法 男的也要吃吃看 他有沒有什麼全新的感受 這個東西就是說 科學家常常講自己的東西都是真理 都是真相 你們不能懷疑你們只能用什麼吃 結果呢 科學家都替廠商代言 有沒有 看電視有沒有很多科學家替他代言 那些醫生或者一些科學家 所以我們對於科技的想像不是像他們一樣 那控制自然 不是 自然也有話語權 自然也要發聲 所以我們的科技社會 科技跟社會應該是人跟各種動物植物 跟各種氣候跟海洋跟河川冰河 跟他們共同形成 我們要組成一個萬物的民主會議跟他協商 我們這樣做好不好要不要破壞你們 我們要讓科 自然的東西可以發生 而不是要操控自然 我們不是動物隨便就把動物抓去撲殺 把流浪狗都抓去撲殺 我們要用動物的權利 有動物權利 植物有植物的權利 不是你隨便要操作方法的基因 要怎麼把它改變 怎麼讓這改 畢竟人類起源的基因也是跟那些都一樣的 最早都一樣 科學家不是只有天真的處理科技 科學家背後還處理利益權利跟資源分配 不然太空探險那些錢誰給他的 美國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發射一顆衛星 或者發射太空梭 或者發射什麼東西丟到月球上 去看看裡面有沒有生物 或丟到火星上看看上面有沒有探測器 探測看有沒有生物 我們太空活動登陸月球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1969年登陸月球到現在 40幾年了 結果對我們的社會有什麼貢獻 對美國 對美國 改善貧富差距或美國的黑白問題 或改善美國的 美國的健保制度有幫助嗎 沒有啦 美國還是極端的貧富不均 而且美國還用那種華爾街的資本主義 肆無忌憚的侵略全球 美國科技是這樣搞的 他把錢花在那些沒有意義的身上 卻不解決他的廣大的遊民 他的黑人沒有健保 或者他的黑人沒有居住的問題 然後把錢拿來這邊不是更有意義 發展那些太空科技 或發展核子武器有什麼用 那科技呢 現在的科技讓我們變成單一化 讓以前多元化的技術都消失 譬如說現在都用水壩 集中了大型的電廠 取代了以前我們那個皮塘 地下水溪流分散式的電廠 譬如說桃園的皮塘一個一個消失 我們的地下水都被破壞 然後工廠把廢水污染的水注入地下水 然後屏東也很好的地下水系統 日本實在蓋的 現在還可以運轉 這些分散式的水利系統都可以用啊 只是想要蓋水壩 我們利用科技來素質管理 然後只有看到資本 勞力 成本 產出 商品 看到這麼多東西都是抽象 某某東西 這些素質卻沒有辦法處理生態 沒有辦法處理污染 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這麼進步的科技跟素質管理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所以我們的科技 讓我們的社會 變成系統上依賴這個科技 沒辦法拔出來 我們的捷運的網路 我們的私人汽車 我們的高速公路 最後都是讓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另外一種生活空間 讓我們沒辦法改變 這是我今天提到這邊第三點 整個的一些對核電以來的科技系統的感想 那很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到了 所以我們那個古怕的例子 就不談 我想古怕的例子 大家應該會有點印象 不好意思 謝謝